來 我們先導播給我們下一張 我跟你講選舉後果也會讓你緊張 因為川普當選過關 落選被關 所以他敢 他有34項重罪 他不可能都無罪 沒錯 所以真的是 這個後面還有細口看 所以他會豁出去 我這邊有個資料 他說喬治亞跟北卡羅萊納 會最先開出票來 那你可以得到一些訊息 這兩個就是搖擺州 對 我現在都是講搖擺州 那第二梯隊是Michigan 賓州跟Wisconsin第二梯隊 也十區的關係 都是十區的關係 那賓州會開得比較慢 因為他人口最多 那最後一梯是Arizona跟內華達州 對 比較靠西漢 那他說 靠西漢 這個是538網站寫的 他說他估計 內華達州跟Arizona 會開好幾天的票 那人不多 開那麼久幹嘛 不知道 因為他就是 有些地方就是小 要開得又慢 這是傳統 所以喬治亞跟北卡羅萊納 就會給我們一點線索 他可能明天就知道了 是是是 這比較快的當然是希望能夠 快一點越快越好 要拖了太久的話 說真的這個是噩夢 因為很多民眾的那種不安的情緒 只會越演越烈 不是嗎 那再過來呢 其實剛剛亮哥因為已經有談到 就是說川普一旦贏了的話呢 其實這個後面很多的官司 渴望解套 那麼在報導當中就提到了 有四樁刑事的官司 比方說封口廢案啦 企圖推翻2020年大選啦 這些都是不是都沒事了 那其實看到 我立刻刑事豁免 豁免 立刻刑事豁免 立刻刑事豁免 四年內不處理了 卸任後攬槳 是啊 不過他可能會特色自己 他已經找了一群憲法學者 在研究 我可不可以特色我自己 但這個有爭議啦 這個在美國的那個有爭議 美國內有爭議 川普會在乎爭議嗎 不是 因為 沒錯 這個是兩件事 川普會不會在乎自己有沒有 但是問題就在於你這個 這個憲法法官他會怎麼看 那都是他的人啦 再怎麼樣他的人 還是要有一點點法學的聯繫嘛 他學學台灣的 馬斯克 馬斯克那邊發言 就是台灣的台灣話 真是勝訴 對啊 法官說他沒問題啊 馬斯克就是這樣嘛 馬斯克發言勝訴 馬斯克這個事 他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早就跟法律顧問都已經談好了 川普也在研究這個 他要特色自己 沒有 川普那時候還沒有想選總統 他就幹了這種事 對 可是他知道 這不太一樣 不是34項最是後來的事嘛 對 他那個時候就在研究這件事 是 要特色自己 但講到馬斯克的話 他有一個就是說最大的風險 就是川普一旦輸 那他的特斯拉怎麼辦 這個是他的最大的風險 是嗎 嗯 了不起 有錢人就轉國際就好了嘛 嗯 這問題不大啦 哦 是 美國有很多人轉國際啊 嗯嗯嗯 對不對 這是一個變風的方法 蘋果 蘋果他的那個利潤中心是愛爾蘭 嗯 這個不是問題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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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